要对钱有概念 一次打车30块等于坐公交一个月 一杯星巴克咖啡40块等于一箱牛奶 一双耐克鞋1000块等于一对情侣半个月的伙食费 一顿火锅200块等于5斤猪肉30个鸡蛋10斤大米和一桶油 一台苹果手机1万多 等于一台空调一台洗衣机电视机扫地机烤箱微波炉全都有了 第二对花钱要有概念 有多少能力就花多少钱 不要抄钱的消费大手大脚 如果意外来了 除了一颗真心 你啥都不会有 风口来了 也只能用嘴去借 再者对攒钱也要有概念 一个月存1000 一年也能攒下一万二 不要觉得一万二很少 这笔钱够你在职场上撑不下去辞职的时候 给自己三个月的喘息 相信积少成多 聚杀成塔的一个力量 最后就是对搞钱一定要有概念 但凡今天你有上网刷视频的这种条件 不知道怎么搞钱 都可以归结于懒惰或说不自信 只要你想互联网的世界真的有很多种方式 比如出售自己的工作技能 会PPT 会做图 帮人带座 教人做 比如出售自己的爱好 你喜欢宠物 上门的喂养 拍宠物视频带货不是也行吗 但比如说出售自己的时间 工作之外跑滴滴 跑外卖 带写文案 或者带剪辑都行的 一定要尝试工作之外获取财富的方式 这样你才能真正的了解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知道市场交易到底怎么回事 很多人一边抱怨工作枯燥 收益有限 一边又拒绝自己的改变 长期如此内耗严重 也会错失很多机会 你一定要学会使用短视频这个工具 当你学会用新媒体思维做生意 你就能轻松赚钱 我不开玩笑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短视频的力量 我有一个学员做的特别小众的一个行业 他是做那个钢筋混凝土粘合剂 可能很多人听都没有听过 是工业品 他主要是卖给工程经理 项目经理 他自己的短视频账号 才八千多个粉丝 很一般拍的乱七八糟的 我说你一年变现了多少 他说不多 五百万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垂直类的产品 根本不需要粉丝 你就是个产品号 你就是通过大数据 帮你去匹配精准的用户 所以你这个事情你不用怀疑 你只需要拍你的产品 拍你的设备 拍你的生产线 拍你产品达到的效果 越多维度去展示你自己 同时在拍用户用完之后的 客户体验和客户效果 所以这就是你们应该要有短视频思维 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短视频货客渠道 只要找几个员工运营几个账号 统一全部用产品名做前缀 不用出镜做网红 你也不用每天绞尽脑汁写文案 用大量产品卖点的小视频 去霸平全网覆盖全国的精准客户 短时间就能打爆业绩和订单 一条视频干爆你一年的业务量 所以20年前我们在商场买东西 10年前我们在淘宝买东西 5年前我们在朋友圈买东西 在社群买东西 现在在短视频直播间 达人的直播间买东西 所以内容电商兴趣电商 直播电商是这两年新的空白渠道 直播行业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洗牌和调整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那个头部主播间卖的东西 不一定是全网最低价 所有的利润都倾向于了那个头部直播间 所以企业自播时代 品牌自播时代会迎来一个新的小高潮 所以今天所有的企业都要架构天地人网 点击左下方小黄车试看领取课程 我们一共是21堂课 而且还会持续的给大家去更新 我们专门去教了天网如何通过做短视频 做直播 做ID的方式教你货客 甚至如何做新媒体的投放 网红明星怎么帮你做种草 利网如何做有温度的实体门店 提高你的用户体验 人网如何做用户裂变 打造你的私域社群 天地人网是这个时代的流量算法 这个时代的流量模型 他讲的是底层逻辑 底层逻辑学会了 你做什么行业都会得心应手 你知道有多少人感谢张老师的天地人网 课程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意和生活 你把我的天地人网吃透80% 你能运用60% 你就能够在你这个行业已经领先很多人了 但是如果今天你不学被你的对手刷到 他先去学习了 那么2024年逆袭的人可能就是你对手 2024年能不能翻盘上车 决策就在于你学还是不学 所以来到小黄车的地方去下单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帮到你 未来一定是短视频时代 当你还没有掌握方法和逻辑的时候 不如先沉下心来学习 你不找到我 那我会有没有掌握方法和逻辑的时候 我你帮到你